我这看着呢 又换台了 你到底在看什么台啊 西游记 你都换了一圈了 没有西游记啊 你让我看那韩剧吧 找葫芦娃也 葫芦娃也没有啊 没有葫芦娃哪有葫芦娃啊 就就那看这个吧 看这个 这也行 你这来后来去换 给我眼都换花了 你能固定一个台 咱看会儿啊 老头 行不行 你这 你这 你怎么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这段时间 你知道我问你这事 我进派人所了 知不知道 我问你 我问你 你跑哪儿去吧 你知道那天惹得多的火 我在俱乐所待十五天 你知不知道 赶紧别 别问了 我对不起你 我生不游记 你生不游记 我在俱乐所待了十五天 我十五天都见不着老头 我家生不游记 你有什么生不游记 你跟我说 到底那天那帮人干嘛呢 你说一说 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不管以后怎么着 姐跟谁 这辈子只把你认到我姐夫 行行行 你朋友说这姐夫那段 就说爸爸回来 你告诉我 先跟我说清楚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 什么东西 又干什么呢你 什么玩意 你哪儿弄这么多钱啊 你对我好 这身上你对我最好了 这钱你把人家给老婆制着便宜 行行行 你先不 你不欠人一笔货带 你先把债务还清了 我还清了 不然你的钱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去钱 我做事 我叫你妈呀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别跑 别跑 来来来来 你听我说 我对不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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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你妈给你解了快急走 怎么回事 你可能有事好好说 以后 以后你再也见过了 什么意思 什么在这里 你要干嘛去 糟了 再来 走 你 你说什么 小致上你那儿去了 怎么可能呢 咋跑了 上你那儿去 你应该把他留住啊 你拦住他呀 不是他他拿了一袋一袋的钱 这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有钱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你哎呀海啤你 你真是应该把他 不是他跑特快 我没拦住他 行行行 我不能怪你 不能怪你 是我们这个臭小子 行了我谢谢你 我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 那海啤你 行行有有有有情况 我能给你打电话 这个臭小子 小爽 你弟弟在海啤家 你弟弟去海啤家了 别别别 别走别走别走 回来回来回来 我告诉你 他他他他 他给了海啤一大笔钱 什么钱啊 你哥到他的同学朋友那儿 都去打听了 人家同学朋友都说 跟他们借了无数的亲戚 你别着急啊 我觉得吧 就他现在都找着海啤 他肯定哄下去了 估计快回来找咱们了 你再看见他 打死也不让他再走了 知道了吗 一致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待着等你半天了都 找我有事啊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 不是 你去哪儿了 是啊 我来呢 就是替我海啤哥 出口气 你说我哥和我姐 从小化小 两小无猜的 你一出现 把我姐抢走了 然后海啤哥特伤心啊 我呢 也就是替我海啤哥 把这口恶气给出了 来 起来 生气了 你说你是美国人 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 你都不带我姐去趟美国 把这美国梦扛上去呢 那是因为我现在都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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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不爱听这些 而且最关键的是啊 我真只看借我 我海啤哥 我找他去借钱 他自己穿的都跟什么似的 还左左右送厚着脸皮管邻居药 把钱都凑到了 我让人追仗你知道吗 追仗的都快给我打死了 我海啤哥第一时间冲出去 给我挡道还进了派出所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你说说 我听听 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 爱无情 你说他对我过这样 对我显得不好吗 你说他对我过这样 对我显得不好吗 你说什么 硬着把你给打了 你现在没事吧 那个白杨对不起啊 我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啊 我弟现在已经疯了 真的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对不起对不起 真对不起 怎么了 小爽怎么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干嘛 气死我了 怎么了 你快说呀 你是把白杨给打了 怎么可能呢 对不起 是不是白杨说了什么了 他 对不起 不是 很小的真是 我已经抽筋了 你干什么 对不起 孩子别 你看 姐 你不一直有一梦想想去美国吗 今儿又没钱去不了 我往这卡里打了一笔钱 现在你有钱了 我又不是打钱 不是从前都是你跟我要钱 你哪来的钱呀 不是 不是你怎么现在到处给人钱呀 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你 我 我为什么我老干坏事了 这 这 散打堆的奖金呀 给你 你拿着 给你 别走 给姐姐姐高兴 但是钱姐不能要啊 我都知道了 你在散打堆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赔练 你就是个小混混 你这钱肯定不是从那挣的 知道了 走我回去 没事 跟我回去 你上哪儿去呀 不能回家 为什么不能回呀 不是 我告诉你你往哪儿跑 你往哪儿跑 我没 我要上厕所 我陪你去 不是 你怎么 我告诉你一致 今天打死我也不会松手的 必须跟我回家把人说清楚 钱你怎么回家 就这样 我早上不来找你 不来找我去找你 来来来来来来来 有人叫你 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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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行行行 她啊 找她啊 你幼稚不幼稚啊 你拿点心意呢 行 你放吗 不放 打死我也不放 那我叫非礼了啊 非礼啊 有人非礼 非礼 非礼 照片头 照这儿非礼 大点声 大点声 非礼 非礼 你把警察招了 正好啊 帮我一块把你抓回家 啊 妈 大点声 丑小子 妈 治不了你了我 你看真是条汉子 闭嘴 走 我他妈让你跑一天 我没跑 你干什么坏事 别跑 别走 别看 你说饿了吗 赶紧吃 吃完就帮我回家 嗯 不要 不愿 拿杯啤酒 不要 拿 不要 你老这么拿什么 你累不累啊 累 你管得着吗 就你点小心牙 我还不让你拉 是不是想让我灌大了之后 然后趁机逃跑 大点的 鸡鸡鸡鸡鸡被灌大 你能保持玉女形象吗 求你了 你别那么 你女女女汉子 不对 你还不是女汉子 你是女状人 女状人 女状人 你能听小弟去劝吗 劝我松手 没门 不是 别跟白杨那个转基因了 你有病吗你 说什么屁话呀 我告诉你啊 人白杨是纯种的中国DNA 你知道吗 可他信不是啊 你知道外国人都管这种人叫什么吗 香蕉 黄色的外表 内心是白种人 哎 我觉得特奇怪 你说为什么每次五个贱人 我就特挫火呢 我想 我想贬他我想揍揍去 对了 昨晚上你还去打人白杨是不是 你现在胆大了是不是 你现在胆大了 谁都敢揍 看你才欠揍呢 我是先走 我说实话 我也觉得我挺先走 以后 我劝你的机会可能也不多了 你什么意思啊 白杨真的不适合你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对你最好的那个人 就是一个人 刘海逼 我只认他是我姐夫 其他的什么白杨啊 鸡牛啊 什么双子巨蟹 巨蟹 白杨鸡牛双子巨蟹走 你有病啊 我现在觉得 嫂子说那话挺对的 这鞋舒不舒服啊 穿的人自己知道 用不着别人跟那儿瞎起哄 天哪 嫂子 谁 谁 谁嫂子 你有几个嫂子 嫂子 哪 哪个嫂子 咱哥那嫂子呀 你给我坐下 你怎么能听嫂子的话呢 怎么啊 我 我现在觉得咱嫂子挺好的 而且你知道吗 嗯 嫂子对你真不错 不 你以前不是跟他不对牌吗 那是因为 我没看见他另外一面 我现在觉得咱嫂子挺不容易的 我其实还挺想我哥的 不过 有可能 也没有机会见到嫂子 这样 你就帮我 跟嫂子说声谢谢吧 你等会儿 你这什么左一个没机会 右一个没机会呢 瞎说 瞎说 我怎么听你说的话这么含糊我 你别给我在这儿 你别在这儿给我扯别的 你赶紧吃吃完给我回家 嗯嗯 你今儿哪儿不许去 嗯 快点啊 熟了 你怎么了 先 先洗个手 你上哪儿去啊 不是 我 你不许去 我告诉你 你别想跑了 你让我去 咱不是吃好了吗 今儿你必须跟我回家 嫂子 一致 你 你 你 放手 姐姐 你先连我赶打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一致 你今儿哪儿都不许去 你必须跟我回家 现在 现在 就剩我一个没被打了 王八蛋 敢打女人了 还打她亲姐姐 她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不是也不是男人 哎 不是 这什么时候你还向她说话 我觉得你们一直都不是男人 你们是要把我逼成男人 够有李东斌 我不是心疼你呀 才骂她吗 用不着你心疼我 回家心疼你老婆去 什么意思 这家没一个男人让人省心的 我也不管了 爱怎么着 你找个人 不是 不是 我走了 这怎么了 小爽 这怎么 怎么说走 都走了呢 你是不是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呀 不知道 干什么呀 都一个月都走了呀 她是谁呀 我哥 我哥 傻子 我跟你说这世界上也没有她不懂的东西 唯一不懂的就是爱情 老一 老一 哎呀 咱家老三啊真让我愁死了 这么长日子他也不回来 你说他 混到哪儿去了呀 啊 老一啊老一 这些日子啊 我真是睡不着 不过在梦里 能梦到我们家老三 那没吃没喝的 人生了一把骨头 你说这日子 老一你替我想想办法 啊 你说咱家小孙荡 躲哪儿去了呀 啊 赵兵 你呢 哎呦 你看你看 我念叨念叨 我就把你念叨回来 刚才我还在跟你爸念叨呢 你说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干嘛对不起啊 我该死 我对不起你 不许说该死这俩子多不经历 不许说 我不是 我不光对不起你 我还对不起所有人 我对不起我哥 对不起我姐 还有海平和还有老头 没有 没有对不起这么多人 这事情都解决了 你年轻 犯点错不怕 我重新做人 重新来过 对不对 妈 他们不会原谅我呢 会原谅的 我相信他们会原谅你的 不会 就算他们能够原谅我 自己也原谅不了自己 为什么呀 我冲大火 我 冲火了 那好 妈跟你一起承担 妈 你忘不了我 我现在能够做的 就是离开这儿 我离开北京 但有一天如果我能昏出个人样 我就回来接你 我先给你尽孝 你别用你 那一天我没昏出尽孝 我就不回来了 你就当没收入我这个儿子 你干吗要离开妈呀 你真的妈有多想你吗 妈现在的东西也开始不嫌弃你了 你在家带着活泼活泳 回家里来练拳 你练 妈给你做饭 妈 我老是给你们惹麻烦 我只能够离开 我才能不够再给你们惹麻烦 妈 别我 我走 我走 别走 你知道吗 你走了 妈想你 想你睡不着觉 想到你晚上做噩梦 你知道吗 想到妈都心疼 你别离开妈好吗 妈舍不得你 我想带你见个人好吗 来 妈 你来 妈 这是苗 我女朋友 阿姨好 阿姨好 好 妈 以后你就放心吧 妈会陪着我的 我放心 那我走了 多多重啊 别 别太想我了 别 别 等等 等等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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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这是个行李 拿上这些颜色 你买的金融 还有这个卡 穷家俘虏 记住啊 有备无患 拿着 我不能让你拿着 你拿着 现在你不是一个人了 你还有苗苗呢 是吧 别太苦了自己 苦了淼淼 收好了啊 爸 老义 我对不起你啊 我是不孝子 可你也对不起我们 你对不起我妈 你要再天有人就保护好我妈 保护好人家 让他们避免幸福一天也没有 孩子 孩子 听妈妈说 儿子 无论你走到哪里走得多远 你都是 都是妈的儿子 记住啊 记住啊 爸 我 小小小小小 走 一会儿咱俩包饺子 好吧 芹菜 猪肉 要不羊肉 反正冰箱也剁不肉呢 您要想吃素的 人家包芹菜 鸡蛋也可以 弄点鸡蛋馅儿 饺子就酒 越喝越多 我来两杯啤酒 喝一口吧 等一下啊 我再拍两个小凉菜 你要随身的话 要不然我们打一电话 让狗的小份儿过来 咱一块儿包饺子 算了 咱俩还二人世界了 早就没一块儿咱俩儿吃饭了 算了 您好 我们找一下刘二体刘先生 请问您是 您 您 您是谁啊 您好 我是浩海云地产公司的经理 我姓许 这个 是我的名片 许永新 许永新是吧 对 哦 您有 您有什么事啊 您您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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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ps 不是 哎₂ 您нич在屋檐里 εδώ啊 许 许经理 东西 200 你好租房子 我们那个对边呢 那程卧同啊 其实ading 1994 狗房比较多啊 是这样的啊 之前那个刘老先生 委托我们公司 转卖他名下的房产 也就是远前那套房子 按照合同规定呢 下楼仪之前呢 咱们的房子就要 转交给新业主了 我们今天是来通知你们 早点做准备 不是 您 您说 您说什么 我 什么 刘老先生什么 卖一房子把房子卖给您 不是 卖给我们 是委托我们公司 卖给新业主 谁委托 我 刘老先生 对 是这样的 卖 卖了这房子 对啊 您再查查您是不是搞错了呀 您这 这合同上边 你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刘二帖 这边还摁了手印 对不对 房产证复印件这边也有 上边写着呢 对不对 关书县胡同十六号 就这没错吧 不是 你 你这哪 哪 哪弄的 你说这刘二帖 把这房 你这儿 你稍等一会儿啊 你稍等 不是 您先稍稍稍等一会儿啊 来 老曹 那个 哪 什么 没事 你帮我把那秦菜给摘着 把那秦菜摘着 不是 您说是我 我 我们这 是不是房传证 我们家房产证我刚才没看啊 是不是房产证我们家进了贼了 被房产证被人偷了 被谁盗用的给卖我们家房子 你这怎么 你听我说啊 我们公司买了你们家的房子 那房产证当然在我们手里边了 你现在却说 他被贼给偷了 那您的意思 咱们手里边这个是贼赃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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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 我房产证在 在你 我们家房产证在你边啊 肯定的 不 不 我 你等你等会儿啊 老头 那 那个啊 徐 徐 徐经理 您这肯定是弄错 我 我跟你这么说啊 这 这 这姑娘 我 我父亲啊 刘二铁 他 他就刘二铁 我父亲阿尔茨海默症你知道 这就是老 老年痴呆 他 您觉得他这胡鲁八都这哪儿 打出 他怎么能卖房子啊 你说他是刘老先生 对啊 这不能吧 不 怎么他 他不我爸还是你爸 这个委托人明明说这个刘老先生 在国外养病呢 怎么转头丢回来了呢 我爸 我爸最远就去过新疆 没去过国外 您那个什么肯定弄错了 这委托人告诉我们的呀 这什么 什么委托人啊 不是 叫一智的一个年轻人 说是刘老先生的养子 你看 这边还有他身份证复印件 跟文件呢 一 这 这 这一智啊 一智啊 他 他 他卖的房子 对啊 他说什么 委托人啊 对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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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这 这 你这 这 这 你这 这 这 你什么 咱们上派出所吧 不乱行骨了吧 诈骗 我跟你讲 什么诈骗啊 这指纹就是你们家老头的 什么 你们家老头签的字 什么呢 你说什么 你家老头签的字 不可能 他怎么会签 啊 他签 他签的字 那合同上的指纹跟老头的一模一样 那不是他签的谁签的啊 不是 那 那个签字 那指纹 还有那个房产证 都是真的吗 是真的 这合同啊 是有法律效益的 我就说嘛 怎么可能是假的 刘先生 我们公司可是正经八百做生意的良知企业 怎么可能骗你嘛 不是 你 你先别说话 对对对 这事我还没说你呢 你不就是看人家房子值钱 能卖个好价钱 这签合同的时候 里边有问题 你不知道吗 你们为了把生意做成了 才不管用户主的死活呢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你先 你先那个 老 老头什么情况 你比我清楚吗 你觉得他有可能去卖房子吗 他 他能签字画牙吗 这事要真 你那个鉴定结果要是真拿 那就一定是 那谁一致把我们家老头给骗了 把房上证给拿走了 骗老头签字 那这肯定是一诈骗案呀 这事我知道 可是要拿证据 证据在哪儿呢 刘先生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 法律它就是法律 要讲规矩讲证据嘛 不能你说它是白纸 它就是白纸吧 不是 哎 警察同志 你看啊 这个事已经很清楚了 我们手里的这个合同呢 是有效率的 如果刘先生坚持不搬呢 那我们就告我上法院去 那法律者公正开局 甭跟我说什么法院的事 行 咱现在上法院去 我跟你讲 我还起诉你们呢 我们这家住得好好整成你们 你们公司的房子了 你们这不诈骗吗 你还有理了是吧 怎么就诈骗了 上法院又少法院 还怕你们 行了行了 别吵了 不是 你这 海边 你先住了 不是 我现在不明白 什么意思 老头什么情况 你不清楚吗 好面儿的 我早上去早市买个菜回来 我们家房子买了成别人的 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 老头能签字能卖房子吗 慈姐 慈姐 这事啊 我知道不是你的错 可你掰着不清楚 我怎么 人家那手里边法律 法律证件全都齐全呢 你怎么跟人掰着 我 而且你要真要闹的话 还得取证 还得上报司法部门 你说怎么整 不是 那怎么整 那总有结果 那我们家这房子就没了 我给你出个主意 先把易志找上去 不是 不是 我 不是 你把这易志打着一切不就清楚了吗 我告诉你 法律肯定给你一功的 行吗 不是 我这一直打 他都不接电话呢 怎么着 他不接啊 不接电话 不是 你那这事怎么解决呢 我跟你说 慈姐 你这事你要经反 这可是一漫长的过程 你做好心理准备 跟咱们打持久战 不是 我做什么心理准备 我打什么持久战 这是我们家房子 我跟老头在这儿住你一辈子 怎么着 我还搬走啊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听我说 我说 你说 你 你要不然你先回去 这些小王子她冲起来 那都是 那都是让她妈也惯了 惯她是什么样啊 她现在是弄的 小姐 她妈让她妈也惯了都没样子 瞎叫你厉害是不是 说说说 我早晚我的臭子说点有用 就厉害是不是 啊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 咱怎么想办法 把这房子给绑下来 都听海平的 海平你有什么打算 她打算什么打算 海平 小姐 不是你就甭打算 我告诉你啊 公事公办 这么着 我六姑她二姨的那个大儿子 就是个律师 好像我听她说 还是一个专门擅长打这种产权力似的 你就找她 我在电视上看看 这老头这情况啊 这是特殊情况 她签这字不见得 就说做数就能做数 她得先得做这个精神评估 然后还得有医生啊律师什么证人在场 签的字才能做数呢 所以这官司打这官司 没准还真能赢呢 你不是闭嘴行吗 你懂不懂你瞎乐了什么呀你 你不懂你别说话行不行 没人把你当哑巴 你看见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都看见是 这跟那是事一回事 是 电乱呀 你俩能不能不瞎分析了 什么叫我俩瞎分析 我说这美女没错 就打官司怎么了 她你说她分析什么 立意主 立意主 咱要打官司 是必须要打 但是打官司得要时间是不是 人家法院没判决之前 这房子就得封 海皮住哪儿 你们想过吗 住公司 是啊 我现在不就说吗 我说海皮你啊 别烦你就跟我们班回去 住哪儿住快递公司 你还能住哪儿 人来人往呢 再说那都是仓库 我住的那不是给人添乱吗 你住大街上去 你们就 行了你甭瞎操兴 住哪儿 你甭假招去吧 不是 我知道 不行我 现在也不是说就明儿就必须搬走 这街上寺林这儿 我也能再忍一忍 对吧 在这儿说了 不就找一地儿吗 北京这么大 我还找不到个地儿住啊 我不用去公司 我当时想法子呗 你们赶紧回去睡觉 我在这儿静静 我想想 不是你们是怎么 瞻仰怡荣啊你们这儿 我这没到要死的时候 你们至于这么看着我吗 没 不是 这 这多 太奇怪了 你说我这人这辈子 我怎么 什么倒霉事我才能碰上 这 天 天上掉馅饼的事 一次没赶上 这天上掉刀的事 回回都多我脑子上 你说这房子 这 这是我们家祖产啊 我我我爷爷就住这儿 我爷爷他爸也住这儿 这房子是 是 是清朝的房子 怎么突然就成他们的 这 这推斗怎么怎么就成他们家房子 我真不太明白 我们在这儿住了一辈子 是不是 我我爸住这儿 我爷爷住这儿 我爷爷的爸爸也住这儿 我不知道在祖上还有谁在这儿住啊 我 我们家 怎么就被人去买了呢 这房子 但是但是但是啊 但是人家今儿方仔说了 这打官司需要时间 需要过程 对对慢慢来 而且确实是老头签了字 人人司司法鉴定那个指纹也是老头指纹 不行就先搬走 到时候再想法子呗 这现在人家已经给买了对吧 我们也不能说就就愣赖的不不动 再说呢 那那那现在找不着他们家老三 他是意义爽的弟弟 我能怎么着 是吧 行吧 你们赶紧回去睡觉吧 我我我我再琢磨琢磨 我还收收收东西呢 我收收东西 行行行 咱们走 把海啤 有什么事你就一定得跟我们说啊 千万不许掖着藏着呢 行 走吧 我们手机都开着啊 走 你行不行啊 行不行啊 打电话啊 别撑着啊 好 别了 我不行啊 不手 去不死吧 你行吧 去不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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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花 咱们要搬家了 一致 你知道等我有钱以后 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吗 想干嘛呀 我要去环游全世界 我最想去的呢 就是威尼斯 不过听说那儿 再过几年就没有了 而且我还想去渗透里尼 去看爱琴海 还有马尔代夫也不错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马尔代夫 还有去巴黎看铁塔 去日本看樱花 那你呢 你要是有钱以后 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呀 我 以前我想如果有钱了 就想对你对我骂好 可现在我根本就不想有钱 对了 你知道吗 对了 你知道吗 听说 如果一个人向着太阳 闭上眼睛真诚地许个愿望 那这愿望就肯定能够实现 你要不要试试 真的吗 真的呀 你没骗过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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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志 没有太阳了 那我的愿望 是不是就实现不了了呀 一致 一致 马其他上回回来 真应该把他给锁起来 不能让他跑了 我能锁住他吗 那老三回来 他是来跟我告别的 他带了一个女友 说他以后要好好过日子 你说我能把他拦得住吗 你就应该把他给拦下来 出去还不得和和多少人呢 别说 说也说不到点上 方哥 总哥 妈 方哥来了 爽也在了 不是 找着医治了 还找着什么呀 小秋 你进去看一下 好的 这医治又惹事了 快快快 坐下 阿姨 我今天过来呢 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 而且有个事我跟你们说一下 你们做好心理准备 行行行 你别囤囤囤囤 我直接两张说吧 我心脏不好 血液有点高 我现在做好准备了 你尽管说 别着急 别着急 那阿姨这样我更不肯 说说说 叔 就是 昨天我接到报案 说刘海皮他们家房子 让人悄悄给卖了 而且 根据他们的口供 这个人就是异智 不可能 我觉得绝对不可能 不是 我告诉你 我们家小智可能犯行小错误 违法乱劲的事 他绝对不会干的 你有证据吗 你有证据吗 你这么不说话 我告诉你 别急 不会 不会 别急 不会 我告诉你 不是 不会 这事房屋中介的人 都能作证 就是一直干的 而且 他手里拿着大笔的钱 肯定不在北京了 我就想问问 你们家外地 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他肯定躲在那儿了 还有就是他要回来 一定要通知我们 妈 你想想啊 有没有啊 不是 我说方子 那什么我妈说了 一直前两天是回来过 但是他 他带一姑娘 他没说什么就走了 我妈想来来 真没拦住 不过你放心 他只要跟我们联系 我们马上下去汇报 我们肯定不包庇他 那行吧 那我们局里边 只能先发通缉令了 而且 抑制这是涉嫌的 诈骗加偷盗 这是刑事责任 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公事公办了 行 公事公办 这臭小子 得有人管管他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好 说 慢走 你们也别太着急啊 别着急 阿姨 我 行行行行 行 没关系 那我们走了啊 嗯 没事 没事 来 公事公办 啊 来 逮着他好好休息 慢走啊 你们都听见了 房子都给卖了 现在最重要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咱们得先把这老头 给刘海批安置好 一直要有一丁点觉悟的话 他还有一点良心的话 他就应该自首去 现在人躲起来不会 可是屁股咱们还给他擦干净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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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